而为了促进台北医疗照护的服务交流 台湾外贸协会特别跟美国亚美医师协会合作 组织约150人的医生团体到台湾参访 除了参与台北医疗照护的研讨会之外 还有机会体验台湾优质的健检服务医美疗程 台湾的医疗技术文明全球 在世界排名前200大医院中 台湾就占了14家 不仅有先进医学设备 跟拥有专业医疗团队提供的高品质服务 加上台湾的医疗费用比欧美低廉 今年台湾将具备竞争力的医疗与观光资源结合 亚美医师协会组织了约150人的医疗团体赴台参访 并邀请美国保险业者参与了解美国保险与台湾使用的可能性 拓展台湾医疗观光商机 华人医生一直他都是台湾医界跟美国医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梁 所以透过华人医生这样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之间就可以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 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可以交换 能够在台湾学到一点台湾怎么做 是不是台湾的这些医保 是不是也可以sustain这个价钱的增加 你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包裹 什么东西不应该包裹 怎么样可以减少纳税人的这个负担 我想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想要学习的机会 亚美医师协会相信未来总统当选人川普 将调整现行欧际健保 因此此行他们将至台湾观察劳保 公保等各项保险 作为未来改革的参考 除了参访其观光之外 外贸协会及亚美医师协会 还共同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台美医疗照顾研讨会 研讨会中有台美双方讲师 及专家轮流登场主讲 广泛交换意见 那台湾的医疗健保 是全世界取经的一个对象 那美国现在这个欧巴马的健保 就要被毁掉了 那美国用什么东西来替代 我想台湾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借境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我们去台湾 想要真的能够有 在一起讨论研讨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做健保的改革 台湾的这个工保 劳保 是讲说是在世界上 是有点明气的 那么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 借鉴他们 看来学学台湾的这些工保 劳保 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 亚美医师协会筹组的 150人庞大访问团 是近来旅美医师 组织赴台参访人数最多的团体 期盼这次的访问 能各取两国的经验 并带给台湾与美国 更好的医疗改革 东森新闻 廖子怡 在纽约采访报导 多论 本期节目